任内拍板金华城开发案 容金率840% 史上最高1.1箩筐 如今更被爆出关键会议记录 根本没有过程 游淑会修出111年都省会会议记录 发现金华城中间 讨论过程全部省略 委员会23人中市府官员 限职加退休 共有12人 过半具有把关机制 但这场会议中 市府方仅4人出席 加上被视为柯文哲自己人的 民众党秘书长张哲阳 请假率高达7成5 少于外部委员 整个讨论过程 会议记录里面居然毫无记载 只用一个略字就把他带过去 对金华城的容积率放宽 都刚好遇到市长选举年 这一到了选举年 柯文哲就变成善心天使 你们有没有跟微经小省见过面 游淑会提出三大质疑 痛批柯市府官员 集体请假气首山海关 柯文哲曾说 官商刀叉吃人肉 如今自己边吃边骂吗 可不可以讲一下 好那个 跟那理事长说谢谢 关键的审查的过程中 都有录音录影 会议记录也都有公开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不应该用寒沙摄影的方式 来误导民众 尽管民众党声称 都有录影存档 反击被抹黑 但北市毒发局说明 该场会议涉及建筑设计 有智慧财产权 著作权疑虑 没有直播 没有录影 而如今蓝绿议员 也掌握会议中录音 是否成为揭开柯文哲 又无弊端关键 各界高度关注 录音档我们现在已经掉了 那我现在正在听 而金华城原定29号 开记者会说明 却传出延期 相关纷扰 还得等待事宜 三选史明期 黄运反侯强 台北桃源 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